Try Room真的有人想問,就是1211 165元和280元都有貨 可不可以240元再多入一手? 我想160多個就當然了 近期這樣調劑也是贏了 但是280多個就輸了一點 但是兩柱,我當你假設兩邊都一樣的份量 現在怎麼覺得都是賺錢的 因為160多個你賺100元差不多 280多個就輸了30元左右 220多個就輸了30元,所以你賺錢 所以我覺得彈性上也是很大的 但是這些位置是否加得住呢? 我覺得你的心態應該是比較長線一點 因為如果你不是都不會160多開到現在 就是比較長線看好整個電動車 或者比較前景 如果你從長線角度來說 我覺得你這些位置可以等得多一點 但可能大概是280多邊附近 現在差不多是250邊線左右 因為近日調到這位置就輸了一點 我想你再看多次這位置 如果在280多邊附近都是繼續搜尋的 我覺得你那些位置考慮 加得住其實是可以的 變相就給了一個可能更加中長線一點 始終前景來說 當然今年我想整個新能源車的板塊 都是看得比較樂觀 但理論升幅當然沒有去年那麼強 因為估值現在都不是特別低 但比亞迪的好處是除了車賣得強之外 至少他研發能力是高的 我覺得這些印象就沒有特別看得淡 所以284邊開始的估值是吸引了一些 那些位置才撓得住比較合適一點 對,輕易也不少 是 各種民調 駛其是 下延期 青脈 應該在暗熱 有尊重的 有尊重的 結果 有尊重的 可以擅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